字幕志愿者 李小龙 这个新版展览加添了珍贵的李小龙文物和相片 同时亦增设大型光影展品和多项互动的项目 透过多元的参观体验 让观众们从电影、武术、个人修为方面 去回顾这位功夫巨星走过的历程 《龙迷》可以在今后五年参观 《平凡、不平凡》李小龙展览 向这位传奇大师致敬 展览有很多新的组织 整个部份额布上瓶 与有两种新的新的实现 有些新的外奖 顺便和体验 很漂亮 Bruce Lee is an experience and I'm so genuinely pleased that all of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is exhibit and through the exhibit to experience him because even though he's we've been without him for a number of years now his legacy continues to live on it continues to inspire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does continue to bring us together as one family one two three known as a studio of visual photography and writing though he said that document was written was written by the area and he said hi he is chandelier will not be able to put his ideas together I reassured that singing hisikes and his 藤人追凶时我们小时候认识的龙哥 他已经有些武术根底 我们觉得这个人很打 但从我来说还未成形 回来七几年时 最初那部《唐山大兴》 可能不是他自己主导 是韩英杰 你都看到他未出现 真正的小龙哥那些武术概念 直至我看《精武门》开始有了 我觉得最高峰期是我来说 每个人不同 马龙哥刚和罗丽士那些 又有搏击又有拳法去告诉大家 又有电影感 马龙哥刚已经是承认的 《死亡游戏》已经再高层次了 我想来到今时今日这个年代 你慢慢跌倒 你都未必知道小龙哥想跟你说什么 我觉得没有了《精武门》 打十几个几十脚很凌厉 但是你看看几十年后 原来EFC真正的搏击就是这些 无论装促路子拳路都是这些 他走先了比我们几十年前 真的 所以这个真是值得尊重 有一封信 我觉得是影响到很严重的 亦都是觉得非常严重的 就是李小龙在他自己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什么叫最低潮呢 就是经济出现很大的困难 加上他受了很严重的背伤 有半年好像是不能动的 差超过半年的时间 就是臥床 接着也是在练习受伤 医生就断定跟他说 你会痊愈的 你痊愈之后你跑步都不行了 你想想这一个母亲 你跟他说跑步都不行 那你真的等于是判他死刑 在他自己最受困扰的时候 最低潮的时候 他反而写一封信去鼓励他的朋友李进救 他会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我们眼前有很多障碍 你会视为那个障碍是你的半脚石 还是那个障碍是你的踏脚石 这句真的落地有声音 另一样是说是会有风雨 风雨过后万物都会滋涨 这些我觉得放诸四海皆盡 感谢观看